HitFM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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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FM We'v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剩情依然 HitHit週末 是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Hit週末 这里是HitFM播放 北部一零七日期 周末1.5 南部90.1 宜蘭97.1 花冬107.7 我是GG在我旁边呢 天哪 我觉得这群呢 他们这个年龄层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很稚嫩的感觉 让我们起来欢迎BTOD 大家好 我们是BTOD Be the one that's cool 我是队长林雨 我是Kenny 我是齐阳 我是子贤 我是张龙 G姐好 大家好 天起来大家非常的有默契 刚才那个口号练了多久 差不多三分钟 差不多三分钟热度对 三分钟就练好了 所以每次的顺序都是一样的吗 固定的 固定的 哦 就是固定的 又讲好就对了 没错 其实刚才在这个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 也大概介绍了BTOD是什么意思 Be the one dance crew Yeah 我最喜欢的就是舞蹈的部分 然后透过音乐去传达这个喜好的文化 对 但是每一个以前就认识了吗 五位 其实有各自不太一样 各自不太一样 我跟子贤本来就认识 跟子贤 林雨跟子贤本来就认识 对 然后Kenny跟齐阳是树笛啦 树笛 互相看不顺眼 然后才没有 因为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是跳Breaking的 哦 齐阳跟Kenny是跳Breaking的 对 然后我们在比赛的场上是树笛 对 场上对照 意思就是你们两个都很厉害就对了啦 常常要争那个第一名第二名就对了 可能就是十六强的时候就先对照 可能也不是争冠雅啦 那张龙呢 是是是 我是跟他们比较没有 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电视上有影片资源啦 超级偶像的 都是我们看你啦 你看不到我们 因为是电视 有啦有啦 四个都看过他 所以当初知道要结纯这个团体的时候 每个人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一下好了 其实我们要组成这个团体 一开始其实不知道对方是谁 嗯 这些人不知道其他人是谁 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我们必须签下去才会知道名单 对 这还假的喔 所以我们蛮紧张的 公司怎么说的呢 公司就说还不能透露说 现在有 里面有谁 就是我们要来做一个团体 没错 以跳舞为主 但他们有说都是很厉害的人 嗯 有说 都是天才来的 哈哈哈哈 我自己讲的不会 对对对对 把自己也称赞进去了 对对对 但是你们真的都还蛮厉害的 没有没有 不敢不敢不敢 对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有谁 对所以其实就会蛮紧张的 然后因为毕竟这个决定蛮大的 嗯 所以就会考虑很多天 嗯 然后就是一直一直一直到公布名单 就是我们在KTV见面 嗯 对 约在KTV 对我们第一次就是集合见面 是在KTV的 哦 这么另类 因为老板就想要试试看我们的身体 对对对对 你说奶哥吗 奶哥 我们Energy牛奶奶 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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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公儒哥 两个 哦 跟公儒哥 是 然后呢 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才看到对方 然后也像我就知道凌云嘛 就心里有放心的 哦哦哦哦哦哦 我没看到他 啊原来是你哦 现在是队友没事了没事了 这对以前是对手啊对手 以前是对手 所以你们两个跳的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会去比那个排舞赛 嗯 对就是起舞的 那他的呃 队伍通常都会拿冠军啦 是 对那我的队伍差不多都拿 大概第四第五名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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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啦 没关系他现在是我队友 都尽力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现在在组一个 对不对 去爆大头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那凌云呢 对因为像刚刚子贤讲 其实大家都 我也是一样犹豫很久 那到最后会愿意 就想要走这条路 闯闯看牵下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还是一样用街舞 这个东西当做我们的招牌 就我还是可以做我最喜欢的事情 那可能或许换了一个领域 然后透过不一样的方式 但是一样可以传达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又可以有好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蛮酷的 当初质疑的点 犹豫的点是什么 怕自己 所以会觉得 不对啊 可是我没有特别受训过 可能唱歌或是一些其他部分 那后来还好有 就是张龙 有帮我们补足这个部分 又提阳提阳 就主唱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很好 就是音乐跟舞蹈都可以去 做挑战跟联系 那张龙呢 当你知道 你也是 那时候也是不知道有什么 对对 我们其实牵之前都不知道 有哪一个团圆 没有任何人是例外的 没有任何人是例外的 但是牵之前的时候老板有跟我讲说 我们一定会找天才 没有 怎么你们两个有这句话 我没有这句话 我好像没有听到这句话 其实张龙心一想的是说 哇现在有四个人帮我办 没有没有 然后有一次练舞 他就这样说 我好开心哦 我真的唱歌 因为我很好奇的 你室里面没有舞蹈底 是完全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跳 所以当你知道要有一个这样以舞蹈为出发的团体 你内心应该想法比他们还要多吧 我那时候 就是不安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我那时候好像是想说是唱歌就好 但是后来发现说 怎么可能 好像要接触一下 必须是一个团体 一定要要不然你在唱 他们在旁边跳这么累 原本设定好像其实是这样 又不是真的是他们四位帮你办舞 你们是一个团体 其实我们原本的设定会比较像是 有点像是放浪兄弟 哦 了解 反正就是互相磨合之后 担当然后歌唱担当这样 没错 我本来觉得可能四打一他有点可怜 我想说 对 因为毕竟XR他们的人还蛮多的 对不对 所以比较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你也开始练舞了 对 开始练舞 其实刚接触的时候觉得蛮好玩的 像他们也都会教我很多跳舞方面的事 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个领域真的是 其实很酷 就是不同领域有一些不同要学习的东西 对不对 像是羊呢 那我补充一下跟他张龙讲的好了 因为其实像张龙在学我们的舞 那我们其实也在学张龙强项的地方 唱歌的部分 对 因为我们四个其实以前也没有太多接触这一块 嗯 然后我们在录音室一开始录第一首歌或第二首歌 其实我们四个人都是超紧张 然后在里面就是 因为第一次进录音室 对对对对 以前喜欢唱歌吗 其实唱歌是喜欢的 但是其实没有到专业这件事情 是 对对对 然后一开始在录音室其实是张龙在carry我们 带着我们 对对对 然后大家练习 他进去其实很快就出来 然后我们进去就会一直被 一直被叼一直被叼 就会比较磨啦 对对对对 因为那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我们像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些作品集 就我们现在都会拍作品不管是舞蹈或是音乐 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一块然后互相练习 这是谁规定的呢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觉得这样会进步 对对 很不错耶 给自己掌声一下 棒棒 好 那Kenny呢 当初知道要参加这个团体的时候 其实都被讲完了 哈哈哈哈 没有啊 因为你的心情可能也会不太一样啦 或是实际看到他们之后 他是挣扎最久的吗 他是挣扎最久的 让老板等最久的出现了 那挣扎King啊 哈哈 没有就只是因为会觉得说 当初会觉得啊 就是要跳出我的舒适圈 是 对然后也会觉得说 哇这个真的 我真的有办法去做这种 这种事情 然后就觉得说 哇我以前真的在台面上 就是那种 哇我可以很认真的去 battle去跳舞啊 或什么 但我现在上去就是要做 就是battle跳舞以外的事情 我就会觉得哇 其实是有点 有点可怕 有点紧张的 爱跳舞是一件事 但是当他又变成一个工作 或是当他变成你要展现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就是 一样都在台上 但是今天如果 突然说你在台上 你要唱一段 或什么 就哇 哇 怎么突然就叫我唱 那时候其实进录音室也是 就是 就是 那时候也是刚刚签 签多久 你们是 我们大概签多久 两个月就录低 诶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反正那时候也是 一到录音室 他们就说 诶 开始录 我就 真的假的 我都没有练了 没有练 就直接要录 然后录就 出来就 诶 就可以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 歌就出来了 但是很快耶 对不对 但是这段时间 其实也获得了不少东西吧 是 当然当然 学习到很多 有有 不管是舞蹈 或是唱歌 对 我觉得 而且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不同的风格嘛 对不对 所以也有排舞或是breaking 有互相切磋 有有有 所以真的很不错耶 对 而且你们现在就是工作时间 长时间都要相处在一起 没错 很有默契了吧 默契不敢说啦 但是蛮烦的是真的啦 对 一定看到有点烦 那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 谁觉得谁最烦 我们先来听 B 喂 我们先来听BTOD Yeah 好我们现在呢 这个请到的正式BTOD 大家好 我是BTOD Be the one dance crew 对 我想呢 今天可以透过这一个小学节目 让大家更了解你们 因为其实要搜集到你们的东西 讯息 现在还没有到那么那么 丰富 对不对 努力中努力中 嗯 因为很新啊 对 对你们来说 这就是一个完全新的一章 对不对 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不对 跟以前去参加跳舞比赛是完全不同的 蛮不一样的 对 因为跳舞比赛通常都是 很多时候是一个人 对 在场上厮杀 嗯 那现在我们要融合各个 呃 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风格 嗯 甚至要加上唱歌 要考虑到表演性 嗯 其实跟以前真的是差蛮多的 对 主要是谁在发想呢 舞蹈的部分 其实在舞蹈上面 对我们都会一起 都会一起想 对都会一起想 先听到歌 或是先听到 然后看可能谁会有想法啊 然后可能互相修改 丢东西这样去碰撞 刚有说现在每个礼拜都会有新作品 是哪一方面的呢 可能有时候会是我们就是简单拍个舞蹈影片 就是可能音乐是我们觉得好听 喜欢的歌 然后我们就会认真讨论怎么分配这个段落 嗯 那花的时间不多 可是我们会把它认真的做到最好 因为一个礼拜一次 这时候张容在干嘛呢 啊 不会 我会一样 而且我听说 因为对你来说舞蹈是比较不强项的 是是是 对 然后你也为了加入这个团瘦了 18公斤 18公斤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真的 你以前到底有多肉啊 欢迎大家去搜寻 你之前是泡芙男孩 呃可以看一下我们第一支MV 笑个屁啊 里面的 有吗 我没有注意到欸 天可爱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 第一支跟第三支 之前射了一支冷尖 天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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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瘦下来呢 健康瘦 呃 我有一个 乃哥有推荐我一个方法 什么办法 就是间接性断食 哦 是是是 就是168呀 对对对 你要听一下他的时间是 他是22 你是22 22吧 对对对 每一天吗 每一天 呃 几乎是每一点 所以你现在会头晕吗 我现在还好 你已经习惯了 对对对 他开始破戒了 其实好像阿翔老师也是这样 对 一天一餐 哦 辛苦了 好猛哦 但是这样 只有两个小时 哪有体力跳舞 你们应该都吃到爆炸吧 因为你们的运动量那么大 每次在排练的时候 就他们来吃 然后我在那边看 等他们排练 哈哈哈哈 好辛苦哦 对 但是因为他们活动量比较大 对 但是加入这个团体 真的感觉还蛮不错 还不错 就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 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跳舞这东西真的很酷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进步蛮多 OK 我觉得要 等一下 我觉得要四个来评分 评分评分 对 我好我先讲啦 我自己觉得他算是 肯努力 肯努力 这很不错 这个erin К 且 有 天份 喔 肯努力 有 天份 可以 再 看到 在 又 要 四個團員都蠻帥的 四個團員都蠻帥的 沒有關聯的話就對了 最後兩個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結論就是你也會很帥 我們五個一起帥 但是我覺得 那你就要來幫他們評分一下 唱歌的部分 是是是 誰進步空間很大 我覺得進步最多的應該是凌宇哥 謝謝張龍 他一開始像我們第一次去KTV 他其實是不太敢唱的那種 是喔 像他那時候就只有唱一首《獨家記憶》 喔你還記得喔 而且我還要降八度之類的 你記得好清楚喔 真的這種事情比較好 你是想要先看一下底 再看以後會有多辛苦 沒有沒有就是 其實我是真的覺得進步很多 像凌宇哥一開始都不太敢唱 但現在他會比較有自信一點 現在去KTV會唱歌了 我們還有去 我們後來就沒有第二次了 就沒有第二次了 就都在排練了 好啦我們從Kenny先啦 先掌Kenny 要不然他每次都最後一個 我覺得Kenny是我們團裡面的饒舌單 對 然後但是 他從笑個屁啊那隻 饒舌的部分 我就覺得還蠻厲害 他口氣啊表情其實都 很有穿透力 對抓的很到位 所以我覺得 進步空間沒有那麼大 就其實一直都蠻厲害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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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那你講這麼好聽 私底下其實 你比較辛苦 你比較辛苦 你一個人要講四個人 然後像奇陽的話 就我們第一次去KTV的時候 他就唱蠻多的 他比較活潑吧對不對 對他比較活潑 然後 他其實也真的 真的蠻會唱的 他其實也真的 對 奇陽其實真的蠻會唱的 小心一點喔 你主唱的位置可能 嗯奇陽也在關注我 有時候是真的會有一點不飽這樣 他都在旁邊偷學的 肚子不飽 小心喔 欸奇陽 你是不是從很小就很會唱歌的時候 沒有很會唱歌啦 哪有你會唱 欸~~ 欸~~ 他們真的很會互相那個 包來包去的話 互相稱讚 那子嫻呢 你剛剛有點緊張的感覺 我其實蠻緊張的 哈哈哈哈 我現在在 在流汗 在流冷汗 不會啦 子嫻歌的話就是 可能要擔任我們 團裡面 蛋寶這個角色 喔蛋寶是不是 喔喔帥喔 因為子嫻歌他是比較屬於 HIPHOP的那種人 比較HIPHOP的那種人 就是他聽的歌都是 像蛋寶啊 什麼的 所以 呃我覺得我們歌的類型 其實說 沒有很適合子嫻歌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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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希望說之後有歌 如果適合子嫻歌的話 可以讓他有更好的 對阿通常我拿麥克風 都是來講笑話的 真的 那你要不要來講一個笑話 講一個講一個 最近講了什麼笑話呢 最近講了什麼笑話 我想一下 喔就是呢這個 有一天 要可以播出的喔 喔要可以播出的喔 OK 沒問題沒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咧 暖暖包 OK 因為暖暖包裡面有很多鐵粉 喔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哇 雖然我們聽了一百次了 還是要就是給你捧場一下 很好很好很好 嗯 但是我想呢其實 加入這個團體之後 也有一些福利 像你們的MV 就找了那個女神 喔 郭書瑤 瑤瑤姐 你們當初知道是 瑤瑤要跟你們一起合拍MV的時候 心裡 很澎湃吧 真的很開心 因為平常就真的在 就是瑤瑤姐的IG 看到她有很多街舞的影片 就她很積極在練習 也很喜歡這塊 所以我們就一直都很喜歡她 你們有切磋了一下嗎 在拍MV的時候 算是有 因為我看到你們 感覺一直像在聊天 對 聊天蠻多的 聊了些什麼呢跟瑤姐 就她有考我們五個 有沒有記得互相的生日這樣 那後來基本上是全軍覆沒 那現在記得了嗎 來 Kenny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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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查 你們現在雖然看不到 但是我其實是把我的手機拿出來 你確定嗎 沒有我們有找一個時間來記 我現在可以快速講出來 之前三月肯定五月 七央五月 張榮六月 對 你講太貴我剛剛才正想講之前的 隊長不是假的好不好 先把那個月份記起來 月份交給我 但是因為男生真的比較初心啦 比較不太會去見啊 生日什麼的 有但是像是這個隊長 他還有送我生日禮物 前陣子上禮拜嘛 所以三月嘛 其他人有沒有送我都不講 他還是沒有送啦好不好 沒關係 因為五月也快到 五月快到 你就不要送 互相一下 然後七月也快到 對 剛剛說一個三月一個五月一個七月 對 一個三兩個五一個六 喔 還蠻集中的耶 抓 他露到六喔 他蟑螂是六啦 對對對 剛剛差點露到那個六 有啦有啦 是我沒聽到啦 對 所以感覺 成軍到現在多久啦 五個月左右 五個月左右 你們有住在一起嗎 應該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因為我們排練的時間都很長 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幾乎每天都要排練嗎 對 然後有時候像念要太晚 其他人也會去住 紫仙或是蟑螂的家 對 所以你住比較遠 有住基隆 喔 因為真的比較遠不方便 沒錯 每月到早上 嗯 那剛剛有說那個 主團到現在 你不要啦 有沒有先 讚了 我覺得可以聊啊 對對對 有沒有最不能忍設彼此做什麼事呢 我覺得肯妮先講 這邊可以從肯妮開始 肯妮好可憐喔 好的壞的都他先 要不要就最後 其實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講 對啊 就只是比較欠嗆 喔欸等一下 確定了嗎 確定要開始嗎 這就是你們的相處方式 對不對 因為這也是某種文化嘛 跟街舞的文化是有點類似 互虧一下 對啊年輕人 但是有一個底線嗎 當然當然 有知道誰最開不起什麼玩笑 沒有他們之間有個協議 誰們誰們誰們 誰 就是肯妮跟張榮 就是他肯妮要嗆張榮之前 他會先問他說 欸這可以嗆嗎 他只要說可以 現在可以嗆嗎 可以了 我覺得最扯的就是有一次坑妮 他嘴我 然後我說可不可以不要嘴了 然後他回我說 我不嘴你代表我跟你不熟 然後他都說 所以你要不要我嘴你一句話 然後張榮就說 好繼續 所以感覺真的五個感情非常好 因為老實說這真的不容易 因為五個在各自不同環境長大的大男生 對不對 好 那這一次呢 其實之前你們有推出了很多首單曲 是錯 風格都不太一樣 是 現在我們要來播其中的一首 剛聽過了BTOD 那我們就來聽承諾的永遠好了 好沒問題 我的諾言會飛沿 我沒辦法再愛心 剛剛在那個聽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想聊了一下 平均年齡差不多21歲 是 真的非常年輕 對 其實小時候有想過自己會組團 然後出道嗎 齊陽 小時候有想過嗎 嗯 其實我小時候是想要當NBA 籃球賽 喂 哪一天出來夢醒了 對 發現身高好像不夠的時候 哦 對 以前其實都在跳舞啦 好像沒有想過 真的沒有想過要當歌手 台面上的 因為從國中就開始跳街舞 然後其實每天都要泡在練舞室裡面 嗯 然後就是比賽啊 然後就練舞就比賽練舞 所以其實我是沒有想過要當歌手這件事情 嗯 你們都是從小就開始練舞 對不對 像我他們是國中嘛 對我是國中 對我是高中 我是國小開始跳芭蕾 現在 這還假的 然後高中才開始跳 哇 還有游泳 對還有游泳 還有鋼琴還有直滴隊 現在就是 然後還是台大 這是我介紹的時間 台大部分就 沒事跟才藝無關 為什麼會從芭蕾舞變成街舞呢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行路歷程 因為那時候 因為一開始學芭蕾 其實是因為 就是國小班上 有喜歡的女生 然後就 想要陪她一起去練芭蕾 她在學芭蕾 我也要去學 然後就去學學學學 所以你就跟爸爸媽媽說 你要去學芭蕾 對然後爸爸就算是蠻自己 因為我沒特別跟他們說 是因為 因為喜歡那個女生 他們現在知道了嗎 有現在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 然後到高中 怎麼了呢 Kennie在說什麼呢 我說你很膚淺 可是他跳舞都是為了帥 那你現在當歌手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那個女生 是為了喜歡的事情 熱愛的街舞 然後後來會轉街舞 是因為 到高中 然後就在選攝台 然後就覺得 唯一一個有 興趣的 街舞 就熱舞社 然後就加入 一加入之後就 真的就喜歡上 然後就一直做到現在 那我想問林宇德是 學芭蕾對跳舞還是有幫助 因為今天應該比較軟吧 還是前年沒學多久那時候 有其實幫助蠻大的 就現在我自己也會做些 可能劈腿啊開插之類的一些 不到動作 他們就比較劈不開嗎 其實 是這個意思嗎 我比較專情 我就不太會劈腿這樣 劈腿的部分 我也是沒有 劈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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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爸妈知道之后 有给你们什么样的鼓励 或是说了些什么吗 我们从Kenny开始好了 其实我家人都还算蛮支持的 因为我从国家 家人看过他们吗本人 本人吗 本人应该是没有 他们应该是没有看过他们本人 但是 我妈有看过钱 因为我在签约的那一天 我妈有偷偷的来跟老板 因为可能也担心吧 想要了解一下 然后那时候就刚好 齐阳也在 因为他刚签完他再要离开 所以其实肯尼严格上 算是唯一一个在他签字之前 有知道其中一个团圆是谁的人 因为遇到了 对就刚好遇到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会在这里 就刚好遇到了 下次时间要拉开一点 所以妈妈有说什么吗 其实因为我从国中跳到现在 他们也是 知道你很喜欢这件事 对对对因为以前在国中开始跳舞之前 其实他们都一直有点担心说 啊我是不是就没有兴趣啊 回家都就是也看小说打电动这样 其实一直很希望去找到一个东西来 去认真去做 而且跳舞很好啊 就是对身体也很好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一跳 他们就很好 你就有找到一个 一个兴趣一个热情 太好了 所以他就一直都满支持的 太好了 齐阳呢也是 你怎么一直在点头 我在听音乐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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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对其实我在签约之后 嗯 因为签约的时候也是爸妈跟着一起去 对他 因为都会担心吧 对都会担心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其实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放心跟开心的 他们应该认识牛奶吧 爸妈的年纪 哦都知道 应该差不多的年纪吧 小时候 爸妈小时候吧 现在也会听 爸妈满年轻的 应该差不多吧 应该跟乃哥差不多年纪吧 差不多差不多 对应该一同一个年代 哈哈哈哈 好然后呢 然后因为现在我们都在台北忙嘛 那其实我的 我家住在中立 然后现在在台北跟基隆 这样来回跑 然后也很久没有回家 那其实爸妈都会透过 一些社群媒体 然后看到我们正在干嘛 然后他就一直传讯息说 哦很开心 然后看到我们这样 哦很可爱啊 所以其实看到我们在做这件事 他其实是很开心 嗯 很好 张龙呢 张龙的家人应该就比较能够 适应 因为毕竟你之前 在超 是是是是 他们是满适应的 是 然后知道 有要组这个团之后 他们也是很 很开心 是 他们知道 他们那时候知道 会有 这么多天才 怎么会跳舞吗 没有没有 我跟他们说 会有四个 请他四个 我会跳舞 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 我一直攻击他 张龙好可怜 看到你瘦有开心吗 哈哈 呃我妈是说 有点太瘦了 她叫我吃胖一点 对 那请她联系乃哥 谢谢 哈哈哈哈 妈妈比较担心 太瘦了 是是是 那林宇呢 其实我有点 呃 因为爸妈一直都对我 蛮放心 就是他们会 他们从小到大 不管是念书跳舞 就是我们家里的 风气都是 只要自己不后悔 他们都会支持 所以其实 而且又不是做坏事 对 其实我是签了 才跟爸妈说的 哇哦 我是比较 因为你应该是 里面的年纪比较大一点 哎哎哎哎哎哎 没有吧 为什么为什么 我说大一点 可能下个一岁 或是两岁 对 OK 是不是 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大个一两岁吧 是啊大家都成年了啦 都可以自己做决定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反正就是 就是签了 然后才让爸妈知道 然后他们都很支持 因为他们就是一样 那句话就是要 不要后悔 他们会自己做 OK 那就好 来 子贤应该也是 对 其实家里都蛮放心的 嗯 但像是我爸 他就是听到 他第一 第一句话就说 哦可以啊 去啊 对 反正你都努力这么久 对 但像我妈可能会担心 太累 就是毕竟 可能要出到 一人 然后一个是 完全 而且又有压力 对 不习惯的领域 嗯 所以还是会怕 就是太累这样 嗯 但现在其实他们都 还蛮支持的 嗯 因为老板人很好 对也很放心 交给他很放心 是 那 除了跳舞 唱歌 你们私底下有什么 嗜好吗 他们每次都会说 诶要不要打一场 然后 然后我就一个人 晾在旁边 对手游手游 你在玩什么手游啊 鸡豆峡谷 哦 拜托找我们业佩 谢谢 哈哈哈哈 最近还蛮认真的 对 所以五个人都有玩 嗯 只有 一开始只有他们四个 嗯 你也被洗到去玩了 但后来就是我有加入了一下 冲伴压力 但基本上我加入都害他们输 所以我就很 那还不错啊 对 感谢你称赞 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就是要努力 因为我们够努力 所以你笑个屁 哎 这是我们第一支单曲 我们第一支 笑个屁啊的宣传口号 很会 当初这首歌的歌名是怎么来的啊 你们很常讲这句话吗 其实也不是 就其实这首歌 笑个屁啊你 我没有那么坏啦 我没有那么坏啦 就其实这首歌讲的是 我们的一个态度 对 毕竟我们都是从比赛啊 不管是街舞比赛 或是唱歌比赛出来的 所以我们都是慢慢累积到 坚持自己的梦想 对坚持自己的梦想 但可能就是一路上 可能会有人会觉得说 做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赚钱啊 或是会看不起我们之类的 对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和评论 那我们就是用一个笑个屁啊 这样一句话 把它转换为正面的态度 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嗯 这首歌的来源 用幽默的方式 哎呦 那我想问你们私底下 平常会很常听其他的音乐吗 会 应该每个人听的都不太一样吧 风格不一样 跳舞的音乐啊 或是好听的音乐啊 骑脚踏车喜欢听的音乐啊 之类的 有不一样的 我以前喜欢听的音乐 骑脚踏车想听的 你不是他会骑脚踏车吗 会啊他很常骑啊 然后他一边骑人练歌啊 对啊我都骑脚踏车 啊算不熟 哦OK不熟 不熟啦 看我平常没有嗆他就知道我看他不熟 对对对 他跟张妮你要多嗆我一点 真的很叮 为什么我会问这个呢 因为来我们节目的歌手们 我们都会请他们选一首歌 对看来你们要同意选一首歌有点难度 因为感觉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 对啊 我们请我们主唱好了 毕竟他是唯一 唯一一个 音乐人 他是十大音乐人来的 其实我平常比较少听那种 会跳舞的音乐 哪一种 诶 等一下 开始了 你平常是听比较不动感的吗 比较抒情吗 蛮常听什么弦乐啊 弦乐或者是乐团编制的东西 哦 那你读了科系啊 是是 因为我也是读音乐系 是 然后我有一个特别推荐的一个团 哦 哪里的 Hyo Oh 是这样念吗 Hu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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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韩国的嘛 Hyo Go 主唱是吴赫 Hyo Go 我刚刚上网查 有人说是Hyo Oh eh Hugo 对韩国 结果你听了这么久 你才不会念他们的团名就对 是 然后哪个团比较好念吗 他们很好听 然后我有特别推荐他们一首歌叫Tone Boy 哦 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因为我真的 其实我很喜欢他的MV 的那个表现方式 就是有一点抽象 然后又有一点 就是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才会让我有一种 自己去创作他想要说什么 的 对对对 那么就来听这首 Yogo的《Toneboy》 好刚其实跟你们聊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呢 从喜欢跳舞 喜欢唱歌 参加很多的比赛 一直到现在 正式组团发片了 这一切很像一个美梦实现 对不对 所以虽然没有想过这件事 对但是也算是另外一种被肯定 但还是要持续努力 因为不会觉得说 美梦实现就不前进 就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个梦 是完整的持续发展的 接下来有什么目标 跟想要挑战的是吗 想要挑战的 我们其实大家都很希望 可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专场 或是一个秀 然后当然最好是 还是有小巨蛋的梦想 小巨蛋 小巨蛋的梦想 对对 rotation 然后我们 在上面跳应该很过瘾 很爽 好想到 因为我之前有上过小巨蛋 但是那时候是幫 一个我很喜欢 柳瓶 不是柳瓶 我是柳瓶 是我一个 也是我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 柳瓶 对帮威里安的一个眼珊会 是有去帮他跳舞 然後也希望如果我们 BTOD可以站上那ksi舞台 唱我们自己的歌的话 以自己团体的名义 所以我也覺得也是會是一個很酷的發展 那如果我們站上去 你會找誰來跟我們一起跳 找誰來幫我們跳 當然是Gigi姐一起參與這個 耶~~~ 我不要 可以可以可以 我是肢體障礙 我肢杖 我不會跳舞 我們有四個很會教的團員 我們在台上一直聊天 我進不起來舞步 其實不錯 如果主持人覺得Gigi姐願意的話 當然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榮幸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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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會鬧很大 牛奶知道應該會嚇死 他知道我是直張 不會不會 其實這是一個夢想 對不對 沒錯 但是現在有三支單曲了 然後還有一首合作的作品 沒錯 接下來呢 有什麼計畫嗎 其實接下來我們 新歌嗎 有一首歌已經也錄完了 然後後續有一些合作 但是公司好像說不能透露 先保密中 然後現在就是近期就一樣是先宣傳我們承諾的永遠這首歌 所以會去跑校園高中大學 喔 太好了 你們在校園大家應該會很high 希望啊希望 為什麼是承諾啊 承諾的永遠 原本是想承諾啊 但是後面 欸 覺得 太普通了 我就想了 曾經的諾言 因為承諾其實是好像是 承諾是一件事情 那曾經的諾言就是已經結束了 結束的事情 所以在講 因為我寫這 財子西洋 因為詞是他寫的 對 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被分手的一個 一段故事 是你的故事嗎 其實不是我的故事 欸 那是誰的故事 那是誰的故事 沒有 我其實在寫的時候 思考很久 對 因為 因為要考慮到 我們團的整個要寫的形象 然後跟 跟故事那種 所以我有去網路上找了一些 這些故事線 然後再 對一些reference 然後才寫出來 所以其實是一個 一首蠻悲情的歌 但是最後是用一個 用舞蹈 然後用一些MV的畫面 然後把它帶成一個很正面的能量 嗯 承諾的永遠 承諾的永遠 攝影師創作擔當 呃 也不算啦 才子擔當 是啦 才子擔當 因為BTOD也是 其他有參與 也是 參與者 對 以前有寫過嗎 呃 平常其實蠻喜歡 自己寫一些歌的 嗯 因為蠻喜歡寫 以前是喜歡寫文章 然後到後面很喜歡一些音樂 然後就欸 想試試看寫 就自己寫啥 跟你的外型好不符合 哈哈哈哈 外型比較野這樣 對對對 大家現在看不到他人 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上我們IG看啊 大家知道他是誰 IG BTOD Official 對 而且就是你們除了IG 還有很多可以認識你們的地方 對不對 對 我們在IG 然後Facebook YouTube 甚至抖音 我們其實都有BTOD的官方帳號 然後像剛剛提到的每週小作品 我們都會在這些平台都會上線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去關注 小鈴鐺開起來 是 這個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對不對 希望你們越來越好了 希望你可以馬上有那個想要唱的歌 喔 OK 沒問題 我會努力的 要捨路線嗎 OK 是這樣嗎對不對 其實都可以嘗試 都可以嘗試 對 趕快多寫一點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單曲不夠 應該要更多的作品 讓大家更加認識你們囉 謝謝老闆 好 最後我們就要來聽這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就是 了解之後發現它其實背後還蠻有一個正面的意義 一個態度 一個態度 那我們最後就要來聽 笑個屁喔 笑個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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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BTOD 謝謝 我們是BTOD Be the one that's cool 掰掰